台大學副校長陳明勳強調 台大學本身是與私土治 書院還有很多社團活動 來培養學生肯學肯做肯復出肯復負責的四肯精神 這次學校和溫世仁基金會 邀請記者出眾陳明勳執行長到校演講 相信透過他的經驗分享 同學都能獲得寶貝的經驗 各位聽過101嗎 台北101聽過吧 我們陳執行長就是台北101原來的董事長 那在高雄藝大集團也當過總經理 這一次殺又是在台北 是擔任過這個藝廉集團的台北執行長 當時台北玉林當蓋寶的時候 其實所有的人都不看好 因為他雖然是世界第一高隆 但是他坐落在地震帶 所以那個時候我所有的朋友都跟我說 你千萬賣題 為什麼 因為你要是沒有把這棟大樓很成功的出租出去 雖然大家都比較知道101怎麼購物 可是101的主題其實不是購物 其實是辦公室 所以他們都跟我說 你如果沒有成功的把這棟大樓出租出去 每個人經過這棟大樓的時候 晚上的燈都是暗的 因為沒有公司進駐進來 我當時才34歲 那你一輩子就完了 因為你做不好大家都知道 陳敏馨說在全球化的同時 除了和全世界競爭只有競爭之外 相對也可以和全世界來做生意 如何保有自己在地的客廠 相信之下變得更加的重要 惠仲泰打造101品牌價值和新觀點的建立過程 透過一個小故事的分享 希望提供同學對 新服務人才更鮮明的印象 我只是想要知道 以後譬如說我們開生技場 要該怎麼管理 訂單會比較多 所以你覺得就是 可能才可以學習到一些 服務上管理上的一個管理 就是接觸各種課程的那種需求 沒有就是想要來學習說 陳敏馨 董事長是一個女強人嘛 然後自己也是本身也是一個女生 然後就是想要學習他的那種精神 最後陳敏馨也建議同學 未來不管從事什麼行業 除了用心細心具有創意之外 更加勇於和別人不同 才能開創屬於自己人生的利基 大藝人新聞 流行小禮歸妹採訪報導